戴上护目镜穿上飞行外套 粉红小猪正次起飞 台中市迎猪年元宵灯会主灯曝光 高达12公尺的玉田飞行猪 象征台中飞向国际经济起飞 为什么会飞天呢 经济起飞一飞冲天 那今年呢我们恢复应市民的要求 恢复来做这样一个提灯 那这个提灯呢是又是飞天猪 那这个飞天猪呢 我们里面做的一些发想 就是会飞真的会飞 大家看一下 台中灯会今年重返文新森林公园举办 仅扣猪年异象之外配合花博 还规划了12座石虎家族主提灯 而民众最关心的小提灯 去年因为预算问题停摆 今年恢复发放 轻轻转动拉绳猪鼻子翅膀跟着摆动 可爱造型要产攻小朋友的心 台中市府准备了15万盏 将在灯会现场发放 我看上面的那个完成图 我就觉得有点可爱 我就难很多 就是会陪着小孩子坐 然后孩子都会很开心 比较有节庆的感觉 如果用环保的意识概念 是不环保 国一年小提灯小确幸 再次回来与台中市民过元宵 传统与环保的冲突依旧存在 欢迎新闻从沈章远春台中报道